车辆故障的情况相信不少人都有过 日前大午分局派出所的园警在执行巡逻情务的时候 在台九县南下车道处 发现了一辆游览车停靠在路间 车底下竟然躺着一个人 园警误以为是严重的交通事故 连忙的上前查看 才发现原来是司机在检修车辆 虚惊了一场 夜里一辆大型游览车停靠路间 车底露出两条腿 正在执行巡逻情务的远警 立马上前查看 这才发现是驾驶在进行底盘检修 让远警松了一口气 大午派出所远警黄慧玲 林欣怡 曾欣怡等三位女警 日前巡逻经台九县南下车道时 不将躺在车底检修的司机员 任作交通意外事故 驾驶员表示车辆引擎温度异常 怕造成行车危险才下车检查 当时车上并没有乘客 只是水箱没有水无法行驶 我跟你说你现在先加那一堂水一味 这水就已经不够了 已经都流掉了 没有啦我跟你说 我带你载了中型的一堂来给你 OK啊 你加车你开在柜柜那里 我知道我知道 柜柜柜就有水你也可以在那里 我知道我知道 这样可以吗 这样可以 我这堂给你好不好 那你这堂啥呢 故障的游览车在警方的协助下 恢复正常顺利行驶 警方也呼吁驾驶人 行车前务必做好行前保养 确保行车安全 记者夏佳慧大午相报导